一名二十多岁的叙利亚男子在我国当处师 结果遭到同乡绑架 并向家人勒索十万令吉 警方接获投票后 短短四个小时内破案 除了救出肉票 也将三名嫌犯逮捕归案 绑架案新一丝发生在单人无雅 嫌犯在一家餐厅前将受害人掳走 并要求家属将十万令吉 汇入一名本地女子的银行账户 而且必须在两个小时内交钱 警方接获投票后 当晚九点就在巴都丁宜一家快餐店前 发现了嫌犯的轿车 当时三名嫌犯和双手被透明 交代捆绑的肉票都在车上 初步调查显示 女嫌犯有欺诈和毒品前科 她和另一名男嫌犯的尿液检验 也对毒品呈阳性反应 所有嫌犯将被延扣到这个月13号 另一方面 截至5月 警方在社媒疯传的短片中 发现了35宗罪案 并侦破了其中29宗案件 逮捕了87名嫌犯和提控25人 我来自动的小鸟 就跟他们在一起